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高端旗下纸柄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学习的资点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在idea中我们创建Spark工程 Spark开发Wordcom的程序 然后我们Spark将程序型打包 和最后的Spark集群运行打包程序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海上视频提供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解答 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OK,那么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完成在idea当中创建Spark工程 那如何在idea中创建Spark工程呢 那接下来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idea编辑 好,找到idea选中打开 稍等一下啊idea呢会有一个加载过程 那么之前让大家安装idea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过建议呢安装在固态硬盘下 所以呢在这里这个启动过程会相对来说快一点啊 我们等待加载完 加载完成之后呢在这里我们选择Create New Project 选择新建议工程 点击新建工程之后 我们等待啊 那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呢已经将Maven呢加载到当前那个idea当中了 所以我们选择Maven啊选择Maven 然后现在我们点着Nest的下一步 那在这里呢会出现两个学校卡啊 两个学校选填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当前组织的名称 一般来说呢是公司域名的倒写 那他呢在这里呢代表当前项目的一个成绩结构 第二个呢是当前项目的名称 那在这里呢我们是好充员 所以是goodeProgrammer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般是org.goodeProgrammer 然后下面呢咱们的项目名称呢就叫做Spark S-P-R-K call 然后进来这里我们点击Next的下一步 此时呢这里大家也看到当前Project Name 是不是当前叫Spark Call了 对吧然后下面这个位置呢是当前你这个项目所存在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大家自己认选 选择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好存储 大家比较好管理的一个位置啊 我呢这里默认就扔在地盘下了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点击Finish下一步 完成 然后呢在这里他会进入到当前的Idea的一个界面啊 然后我们的工程选项在哪个位置呢 同学们啊在里我们的工程选项在左半部啊 在这位置在左半部 然后呢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一个文件夹 这位置是不是有一个文件夹啊对吧 那这个文件夹呢大家可以选择左边这个位置向下拉 这里呢会出现当前项目的一个成绩结构 我们一般编写的代码呢都是在SRC下看到啊 SRC下呢它会给你分出两个目录 一个是Man一个是Test Test呢主要是用咱们写编写一些测试程序用的 然后Man呢主要是用来写咱们代码用的啊 咱写的代码用的啊 那这里这个位置啊右半部这个位置大家看啊 这个位置有一个M开头的一个文件上面写的Smart call 那这个是什么呢 记得啊这个呢是当前Maven下的一个POM文件 那这个POM文件呢就是我们将来配置工程 想导入一些架包时所使用的这么一个文件啊 所使用这么一个文件啊 所以呢这里这个文件在哪了同学们啊 在这里看这儿我选中那个位置 这次有个POM.XMR文件配置文件对吧 如果我们将当前右半部这个位置关掉 你会发现这位置数没有了 那我们在双击当前的POM.XMR文件就会出现了 那我们所有的配置都可以在这个文件下来完成 包括一些导入架包啊 包括一些当前的一个打包的一些程序等等啊 然后呢这里这个位置导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操作了 首先第一个啊 那它呢是一个典型的XMR文件啊 是一个XMR文件 然后呢这里我们想导入架包怎么办呢 这里一般来说呢 我们可以查找这么几个位置啊 给大家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记得 打开我当前的一个浏览器啊 打开当前的浏览器 然后呢在浏览器当中呢 同学们啊 在那个浏览器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Maven的环境 这是当前的一个Maven的一个环境啊 就是你可以下载一些Maven的架包 这之前讲Maven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啊 这Maven环境给大家记录了 您所想使用的架包呢 都可以在当前这个环境下进行搜索 例如我们想现在想开发Spark Call 那这里我可以输入Spark Core回车 那这里啊 它会进行一些搜索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输入什么呢 直接输入Spark 你看啊 这位置是不是有很多了 包括什么Spark Project Call啊 Spark Project Circle啊 那个Spark Project Streaming啊等等 这个位置呢 就会提供一些架包来给你做使用啊 做使用 然后呢这架包当中呢 我们假如选择Call的话 可以点击当中的Call 进来之后呢 这里这个位置呢 是当前你Spark所对应的那个版本 后边呢 有你Scalar所对应的那个版本啊 你要记录这两个啊 这个一个是当前Spark版本 一个是Scalar版本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Scalar呢 是2.20 对应的Scalar呢 也有2.21 2.21 之前Scalar环境我们也按过了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选中当前下面那个2.20 那个位置选中 选中完之后 在这里也会给你各种各样的 你所使用的一些导入工具的一些配置 那在这里这个位置 好了啊 这个就是可以添加到我们当前Maywin当中的一个配置 你只需要将当前这个选中 把这段选中啊 然后点击复制 然后呢 关闭 然后沾到当前 我们当前的Project这个位置 粘贴 那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将当前这个价包进行一个导入了啊 进行一个导入 但是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个价包呢 我给大家提供好了 那以后大家去找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找 好吧 那在这里呢 这个配置文件呢 在这里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那这里呢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呢 有给大家引入的当前一些价包的方式 包括当前我们引入的一些共用价包啊 包括一些声明之类的啊 这位子有些声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将这段文件呢 复制一份 粘到我们当前工程下 方便大家来查看啊 那接下来这里有粘贴 哎 我复制完粘贴过来啊 然后接下来这里 我们先这个记得啊 你一旦粘贴完当前这些价包之后啊 在这个ID当中呢 会提示你 这个Maywin当中呢 会导入一些 导入的东西 你是否要导入啊 记得啊 我们要点Import Change 就改变导入 就把导入的东西导进来 所以点击它的时候 就会将当前我们添加这些价包呢 加载到当前我们的工程下 不要吧啊 就会加载到我们当前的工程下 那么我们等待加载就行 那回到这个位置 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啊 我们主要加载的什么 首先第一个 在这里啊 我们声明了一些工程属性 包括当前的一些使用的资源 是JDK 1.8版本 包括一些编辑是JDK 1.8 然后当前的编码呢 是UDF-8 然后呢 除此之外 我们Skyler版本呢 使用的是JDK 2.1.8 然后我们Skyler版本呢 使用的是JDK 2.0 Hadoop版本呢 是JDK 2.71 当前我们Skyler当前的一个 可编译版本呢 也是JDK 2.1 那这些工程编辑的主要 就用在于什么位置呢 大家看这里啊 这句话 哎 看下面这个也行 看这啊 在这 那这里呢 大家看到 我们这句话 其实就是对应了 刚才给大家沾过来的 那个Skyler的一个包吧 对吧 那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位置呢 我们是写死的 我们沾过来的 写的是2.20 那就证明 我们所导过来的价包呢 是低用对于2.20的 但是呢 这个因为我们可能会 引入很多这种 公有依赖 很多这种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将当前 这个位置的值啊 抽成这种变量 就像咱们写程序当中的 变量一样 写在这个位置 那写在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通过什么呢 我们通过刀罗符的形式啊 同学们啊 我们通过刀罗符的形式 在这啊 然后引入当前 那个变量 是不是Skyler的变量 引着谁呢 就引着他 那这个位置呢 就会代表我们导入的是 2.20的一个价包了啊 就咱们使用的价包 所以在这里 我们使用这种方式 进行导入啊 那在这里 我们想开发Skyler 靠程序的话 需要几个价包 依赖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 当前Skyler价包 这个Skyler价包 咱们导一个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里我们需要导一个 Skyler价包的一个价包 咱们靠呢 是2.1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里我们需要 当前Hatuba的一个环境 我们需要一个 Hatuba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里 我们需要把Hatuba 这个价包也导进来 然后这两个做完之后呢 这个我们公有依赖 就导完了 那这个文件 大家一定要保存住 之后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 会逐渐的相对于 导入像什么 Skyler啊 Skyling啊 卡夫卡呀 包括这个一些 数据库的一些价包啊 等等 我们在这里 都会进行一些导入 进行一些导入 然后下面呢 会有这么一段配置 会有这么一段配置 这段配置是干什么呢 同学们啊 主要呢 就是为了 我们将当前程序 进行打包 因为咱们知道 你编写完程序之后 要提交到集群里运行 那集群怎么运行 这个程序呢 会使用到价包 那如何将程序 打包成价包呢 我们就需要如下这个配置 需要如下这个配置 那么在这里啊 会有一些说明 包括咱们导入的一些 这个助页文件在于哪呢 说明重构啊 用Skyler编写到 这个文件到.class啊 然后包括我们当前 程序打包啊 解决一些包的重复问题啊 在这里呢 会有一些配置 那这个配置呢 我已经给大家提供好了 然后呢 这里会出现一问题啊 大家看好啊 我们Src下NandSkyler 这个位置爆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需要一个Skyler文件夹 明白吗 同学吗 它需要一个Skyler文件夹 因为咱们写的是Skyler代码了 对吧 编写的18个程序 所以这里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Skyler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必须是支援文件夹 那什么是支援文件夹呢 大家看左边这个位置啊 在Src下Nand下 是不是有一个JAR文件夹啊 对吧 那这个JAR文件夹呢 是蓝色的 这个我往下稍微点一下 大家看好 是不是这种蓝色的文件夹 对吧 那这种蓝色的文件夹呢 代表当前是一个资源文件夹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代码 创建程序 所以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创建这种资源文件夹 创建这种资源文件夹 那这里啊 我们是Srcman.scaler 但是大家看好 Srcman下面是不是没有Skyler呀 对吧 只有一个JAR文 那此时怎么办呢 我们只需要在当前JAR文件夹下 选中 然后单击数标右键 再点啊 我们往下找 然后呢 有一个更改当前文件夹的名字 在这里啊 在这里有一个Reflector 在这里有一个更改啊 选项 然后有一个Rename 在这里再说一遍啊 Srcman Jarer 然后单击数标右键 Reflector下面有一个 大家往后找 是不是有一个Rename 是不是有改名字 或者你Sit 直接Sift加F6 也可以选择Rename 将当前Jarer的名字呢 改成我们学所使用的Skyler就行了 S C L A 这个修改的名字呢 需要跟你当前上面那个名字啊 不要变红的名字一字 不然的话 它也改变不了 所以这里我们修改之后 然后Reflector啊 点击 OK 那此时文件夹就会变成 咱们是把Jar文件夹变成Skyler了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下面进行一些创建了 然后此时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我们的Skyler 是不是就不会变红了 是不是变黑了 对吧 那就证明当前我们的项目 哎 已经基本上部署完成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里因为我们要用到Skyler编程啊 所以呢 这里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 在什么呢 选中当前工程 Spot call咱们的工程啊 选中便离标栏了啊 然后单击数码键 下面往下找有一个 Open Mode Setting 就是对当前工程的一个设计 对当前工程的设计 选中 选中完之后呢 在下面这个位置 有一个Library 这是咱们当前工程所用到的一些架包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这里有很多架包啊 对吧 你看啊 这个就是咱们 你看这不都是Main文给咱们导的吗 对吧 这里又有很多这种Main文架包啊 然后那我们选中这个位置干什么呢 我们选中左上角这个位置 有个加号 对吧 因为咱们是不是用Skyler啊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选中左上角的加号 点击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 下面有一选项 就Skyler SDK 对吧 那我们选中Skyler SDK 那么此时呢 这里我们因为已经安装过Skyler环境了 所以这里靠啊 他给你的Locacy的位置是咱们System 也就是咱们自己系统 然后咱们的版本是不是2.11.8呀 对吧 那选中当前那个版本 这个位置是标栏了 对吧 然后点OK 将当前那个导进来 然后再点一下OK啊 OK 那我们就将当前Skyler2.11本地的这个环境 导入到当前工程内了 然后点Lplay点OK 那OK 那我们在Idea当中创建Skyler 工程的方式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到这里